今天我们来到淮河路6号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新小区 小区进了南门正对面有这么一个休息的区域 里边有些座椅桌子 透亮 这是公共场所啊 物业的同志们倒是蛮辛苦啊 一直在忙活活的 这么辛苦出草啊 辛苦你了啊 天天忙活 这边有个大姐 这是买的瓜呀刚刚 在海边去玩 海边去玩去啊 带着瓜去玩去啊 有吃吧 有吃的啊 您是什么时候在那买的房子 去年 去年 带瓜是前年了 前年了 去年装的 去年装的修 买的是毛皮的吗 哎 哦 多少钱呢 当时买的 八千嘛 八千一瓶啊 是多大面积啊 八十几多瓶 八十 八八六十 六十多万 六十多万 坐的还行吗 可以 这儿楼啊 能看到海吗 在这边 看不到 看不到海啊 看不到啊 我们这五楼 五楼啊 五楼就是 前面有党的啊 这边生活方不方便啊 还可以 还可以啊 我听你好像是武汉的是吧 重庆 重庆的 重庆的啊 那边有个鱼啊 是重庆的 我怎么 我怎么不会听口音 这你们老乡人买房子多吗 多 多啊 重庆人特别多 哦 就是这个 五号码 重庆人特 哦 这个就是重庆人特 嗯 这叫六号 嗯 这是淮河路六号 对 对 行 你忙着啊 好嘞 海边去耍耍去 看小区啊 这草坪修理的蛮不错 这边有些业组出去玩去了 哈喽 你们好 停一下吗 这边遇到几个业组啊 聊聊天吧 你们干嘛去啊 上哪玩去啊 一般 南海新区那边 南海新区玩去是吧 哦 常上南海新区玩去 嗯 老家是哪里的 有四川有重庆的 重庆的 我刚遇见一个重庆的 在这住的还行吗 在这住的 可以 可以哦 气候很好 气候很好啊 都买房子多长时间了 我们是19年买的 19年买的哦 也三四年 去年装修的啊 大爷好 看你们小区 这四川人 重庆人比较多一些啊 对 我们这里重庆比较多 重庆比较多啊 嗯 很脆 哈哈 怎么样在银滩 你觉得给你印象 怎么样 你们觉得 工具好 气候好 房价怎么样 房价 这里的房价就偏高一点 偏高一点啊 管理比较好 对对对 物业比较好 对 不过 这个生活还比较便宜 生活比较便宜啊 生活比较便宜啊 是否村分比较低一些啊 哈哈哈哈 对 这碰到几个业主 在这转转啊 正如业主所说吧 小区的环境确实是不错啊 看这草绿绿的啊 这草坪多好 在小区里有没有这个娱乐设施啊 有啊 会所啊 在什么地方啊 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啊 有个儿童的那个 有个儿童 儿童乐园 儿童 还有会客厅 哦 这个会所 会所有什么呢 这个里面有 跑步机啊 乒乓球 抬球 还有读书室 舞蹈室 等等都有 哦 需要花钱吗 要 要花钱啊 半年好像他们三百多 三百多 半年三百多 哦 这样子的 健康水 呃 看这里啊 应该还有 呃 地下车库 这是通往地下的通道 锁死的 啊 这座三层小楼是 这个小区的会所啊 啊 啊 那个是叫防空地下室 啊 转过来应该是停车场啊 停车场接那个防空地下室 一车一杆 淮河路六号人民防空地下停车场 啊 这个小区也就是这么几栋楼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啊 七八栋楼 啊 这里有一个儿童 这个娱乐区域啊 这边一个 家长带的孩子们啊 带的很小的小朋友 这在敲的什么琴啊 这叫 哎 哎 吕板琴 你的老家是哪里的啊 我们是内疆的 内疆的 四川的就是啊 四川 四川内疆的啊 啥时候在那买的房子啊 去年买的吧 你买的时候贵不贵啊 我买了一万多块钱一平米 一万一平米 楼层是不是高点 十四楼 十四楼 哦 怎么样 可以啊 在银河那边怎么样住的 我们昨天才来的 昨天才来的 海边去了没有 海边那边还没去 还没过上去啊 哈哈哈 挺好挺好 带着两个小孙子是吧 嗯 对 放假了 啊 放假了 就能出来玩来了 对 出来玩玩对 海边转转 挺好的 哈哈哈 看这小朋友 你看 你让你爷爷看啊 你看多勇敢啊 爬这么高 害不害怕呀 不害怕啊 小朋友不错 啊 这里 有这么一个滑滑梯 这地板啊 都弄的这种啊 硅胶的 这不少的啊 车人锻炼器械 啊 啊 这里还不错啊 有这么一些啊 这种 叫什么 管行啊 小朋友啊 或者爱好音乐的人呢 敲敲也挺好 我敲敲试试 哦 这边是小喇叭吗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哈哈哈